花莲地区今天下午是地震连连 震央大部分是在寿风箱 规模从4.9到5.3还有规模4等 最大的震度达到五弱 这样地震也让整个乡亲在紧张的疫情压力当中 又感受到地牛翻身的恐怖威力 花莲地区11号下午连五震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下午1点12分 花莲县政府新南方13.2公里 在寿风箱发生瑞士规模5.0地震 最大震度是花莲县四级 下午3点33分左右又发生了规模5.3的地震 地震深度11.2公里 震央在花莲县政府新南方14.3公里处 也是在寿风箱 最大震度是花莲县五弱 气象局连发三次灾害告警述报 四次有没有吓一跳 有有有 我们会怕怕 就是上下震动比较大 我就这样吼吼一下 腿皮就震一下 一共几次 我刚才这边11次 刚才在家里也有一次 一共4次了 大得比较两次 有没有吓一跳 没有吓一跳 没有吓一跳 习惯了 而在3点34分也出现一起小区域规模4的地震 3点36分还有规模4.9地震 最大震度是五弱 接连而来的地震让许多花莲人在疫情的紧张压力中 再感受到地牛翻身的恐怖威力 接着你会欢迎视报道